他们是传说中的宇宙宝可梦 来自于神秘的究极空间 他们象征着浩瀚宇宙的力量 在阿罗拉的神话体系中 他们是赐予或掠夺光明的神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阿罗拉地区的日月双神 由于篇幅的问题 光辉大神 我们下期再详细地讲 欢迎来到 米旧的宝可梦时代大盘点 视频创作不易 还请各位大佬三连支持一下 索尔加雷欧 宝可梦太阳版封面神 自古被称为吞噬太阳之兽 设计原型参考的是现实中的雄狮 通过棕毛与脸部的结合 构成了太阳的图案 其实太阳与狮子的搭配 是个非常传统的组合了 最早可追溯至 巴比伦占星术和波斯传统 说起来 现在神兽的名字 也是越来越难记了 我一开始就记不住它的名字 直到有一天 一个朋友说 不就是雷神奥特曼吗 对哦 我顿时毛色顿开 雷神索尔加雷欧奥特曼 索尔加雷欧 没毛病啊 当然 以上只是玩笑话 其实它的名字是 包含了拉丁语中的太阳和狮子 也有致敬天文学家伽利略的部分 作为太阳的使者 起初常常被人误以为是火属性的 而实际上 它的属性组合是钢加超能 恰恰被火属性克制 所以才有了 怕火的太阳神这个梗 能力方面 它的种族分配比较平均 两宫都不突出 但也都不低 你说这么分配浪费吧 也的确是 无论是本系招式 还是补盲的招式 大部分都集中在物攻端 但在强化方面 它学不了剑舞 无法进一步提升物攻威力 只能学到自我激励 这招的效果是 同时提升一段物攻与特攻 如此一来 特攻也上来了 那么配招上 可以选择主物攻 辅特攻 这样特攻也不浪费了 面对低特防 高物防的对手时 也能有出其不易的效果 当然 主流的打法 还是走物攻 毕竟强化 还得占个技能格 又只能在特定情况下 发挥最大优势 多少有点娱乐像了 还有个本系 刚属性的专属招式 流星闪冲 威力达到了100 命中率也令人安心 还能无视对方的特性 进行攻击 甚至在第七时代 这招可以升级为 专属的Z招式 威力竟然达到了200 虽然第八时代 取消了Z招式 但这招 依然是他必带的招式 在反之火属性上 可以选择高面重 高威力 还高打击面的地震 再搭配个阎崩来补忙 最后一个位置 留给回复招式晨光 或保护招式守住 是比较常见的配招 而耐久方面 种族之上来看 他的HP达到了137 双方也算不上崩 耐久总体是不错的 况且 他可是刚属性啊 作为抗性界的天花板 刚属性共有11个抗性 其中还包含了 对毒属性的完全免疫 弱点仅有格斗 火 地面 三个 而超能属性的加入 抵御了格斗属性的两倍伤害 但又带来了幽灵 与恶属性的两倍伤害 顺便把重属性 这个两倍抵抗 变成了一倍 所以索尔加雷欧 共存在10个抗性 与4个弱点 抗性呢 是真的多 弱点呢 也是真的热门 这就导致了 它很容易被针对 所以在道具的选择上 弱点保险就很常见 利用自己的弱势 来成为强化的力量 索尔加雷欧 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大号巨金怪 除了属性组合 同样是钢架超能 输出端 都在物攻端 这两个特点外 它们的特性 也极其相似 索尔加雷欧的金属防护 就是高配版的 横颈之躯 一般情况下 可以避免能力的降低 甚至无惧破格等 类似消除特性效果的特性 非常好用 不过依然 怕异常状态的附加效果 例如灼烧的攻击减半效果 动画方面 其实从上个世代起 就开始出现了一种现象 封面神 不再作为剧场版的 主要角色登场了 第六世代的基格尔德 就没有专属的剧场版 只在布尔凯尼恩 与机关人偶 马基雅纳中露了个脸 而到了第七世代 连摄影师凤王 都喜提了一部电影 但当时代的封面神 竟然集体缺席了剧场版 我个人推测 一方面 由于近年来 宝可梦剧场版的票房 大体上呈递减趋势 新宝可梦的号召力 可能不及老角色 所以在第七世代的周期内 两部剧场版 就决定是你了 与我们的故事 分别以第二世代的 封面神凤王 与洛奇亚作为引线 后来甚至 还3D化了超梦的逆袭 另一方面 作为神话体系中 最重要的角色 官方并不满足于 让封面神 仅仅在剧场版 这个平行世界里 打打酱油 而是融入到 日常的动画中去 不仅可以保持 长时间的露出 同时对于 主线剧情的推动 也很有帮助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 封面神的体型 通常都比较大 如果要加入主角团的话 只能当个座棋 诶 这不就来了吗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把它变小 所以啊 日月神就成了 首队拥有退化型的封面神 他们的进化链是 科斯莫谷 科斯莫姆 然后根据版本的不同 进化成索尔加雷欧 或路奈亚了 这样科斯莫谷 就能同寻常的宝可梦一样 加入到主角团的日常了 因为身上有星空的效果 所以被莉莉安启名为 小星云 小星云给人的感觉 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婴儿 非常弱小 需要保护 她的种族值 是目前神术中最低的 锦威两百 和鲤鱼王一样 大部分时间 她都会安安静静地 和木木消极 在小智的书包里睡觉 但一旦哭闹起来 那个动静 将特别吓人 在进化成科斯莫姆后 她会变得很沉静 是的 又沉又静 体重从0.1千克 表升至999.9千克 状态也像贴加勇 或沙基拉斯那样 以勇行存积力量 等待着爆发 TV动画中 小星云在四岛守护神 完成仪式后 在祭坛处 进化成了索尔加雷欧 虽然成熟稳重了不少 但依然会保留一些 调皮可爱的小动作 她带着小只一行人 来到究极空间 解救露莎米奈 在究极深海处 与众人一同对阵 寄生在露莎米奈身上的虚无一德 在事件解决后 她把大家送回了祭坛 然后就消失了 在酷酷伊博士的婚礼上 她再度出现 或许是为博士送来祝福 又或许是想和大家正式告个别 小星云的故事到这里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再次登场时 已经是日月资料片 九集之日月发售的近一年后 她和路奈亚拉被耐克洛兹马追击 又逃到了阿罗拉地区 路奈亚拉不是被耐克洛兹马上了身 无奈她只好与其战斗 虽然用了流星闪冲 将路奈亚拉和耐克洛兹马 强行分开了 但转头 耐克洛兹马又上了她的身 耐克洛兹马 你是块吸铁石吗 就像捕猎成功的雄狮 喜欢把猎物拖到僻静处一样 合体后 耐克洛兹马控制着索尔加雷欧 跑回了救济空间 路奈亚拉与主角一行人也追了过来 大家在这里遇到了很多的独卑鄙 与他们的领袖四恶真龙 通过和他们的对话了解到 耐克洛兹马掠夺力量 是想取得光芒 这样也能拯救独卑鄙们生活的空间 众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放任耐克洛兹马 索尔加雷欧就会永远被吞噬着 但如果要救回索尔加雷欧 耐克洛兹马就取不到力量 独卑鄙们生活的空间将继续一片黑暗 罗托姆提到 这个光芒就是究极气场 或许和这招式有关 此时 小智突然想到 如果耐克洛兹马想要吸收的力量 就是究极气场 那么大家对着他使用这招式 相当于帮他充电 或许能把索尔加雷欧给解救出来 说干就干 众人集体对着耐克洛兹马释放了大招 有用 但不多 此时 路沙米奈传来讯息 他们解读出了壁画上的传说 那是一个关于光辉大神的故事 于是众人根据传说提示 呼吁人类与宝可梦 将光芒的力量传递给了耐克洛兹马 刹那间 阿罗拉地区亮起了无数的光柱 终于解救出了索尔加雷欧 在恢复体力后 索尔加雷欧与小智 同格拉吉欧与路奈亚拉一起 将光的力量还给了耐克洛兹马 终于让光辉大神 重临于世 路奈亚拉 宝可梦月亮版封面神 自古被人称为 妖隐月亮之兽 设计原形是基于蝙蝠 一种在黑夜中出没的动物 具体的原形 可能是夏威夷灰白蝙蝠 和澳洲假西雪佛 这类蝙蝠较大的尔阔 也成为了一切头冠的设计灵感 它单侧的翅膀 呈现出星月的造型 而两边翅膀形成的圈 又能有满月的样子 充分体现了月亮的元素 而它的头冠 也类似于吸血鬼的披风利灵 有一种邪魅的感觉 但是 长成这样的它 特别怕鬼 和怕火的太阳神 形成了一种迷之对称 它的属性组合为超能加幽灵 弱点只有两个 但这两个都是四倍弱点 一旦被克制 将非常危险 种族分配 可塞尔加雷欧 也是对应的 特攻特防 高于物攻物防 同样也能学习到自我激励 但对比日神 这样的强化更没意义 还不如选择冥想 强化特攻与特防 专注于特殊能力这边 它的特性欢迎防守 极大的加强了 它的生存能力 再搭配回血招式雨季 保障了战场强化 所需要的耐久力度 至于特攻招式的选择上 有专属招式暗影之光 和日神一样 威力100 且有本系加成 命中100 且无视对面的特性 在第七世代 升级成了Z招式后 威力可达200 另外 超本有精神强念 补盲又冰冻光线 此外 还有妖镜属性招式 月亮之力 可以反制恶系天敌 第八世代的DLC 更是引入了一个 新的严实性招式 流星光束 这招虽然需要蓄力一回合 但能提升一段特攻 威力也达到了120 严实系 还能帮助路奈亚拉补盲 简直天配 只是为了解决蓄力的问题 道具位 基本就绑定墙里香草了 至于双打方面 戏法空间和广域防守 是他常带的两个辅助技能 依靠强大的特性 路奈亚拉能稳定开出空间来 对于团队也有很强的辅助能力 而且他自身也是空间的受益者 动画方面 他首次登场于小智的梦中 和索尔加雷欧 一起与小智做了个约定 将小星云托付给了小智 而后 这条线主要讲的是索尔加雷欧 他的正式登场 是在被奈克洛兹马的追击中 在一番激动后 他不慎被奈克洛兹马上了身 后来 在索尔加雷欧的帮助下 成功分离了出来 但由于体力耗尽 倒在了美乐美乐岛的沙滩上 被大家救到了 纠集防卫队的基地中 在小智等人的帮助下 恢复了状态 随即启程 去解救被奈克洛兹马附身的索尔加雷欧 历代封面神 要么行图陌路 要么水火不容 这一座还搞出个双向奔赴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奈克洛兹马 让我们相遇 或许是在主线剧情中 索尔加雷欧的比重 远高于露娜亚拉 所以在旁之动画 《宝可梦进化》里 也给露娜亚拉安排了一段独立剧情 这个动画系列 都是改编子游戏的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是为缺乏勇气的少女 莉莉安 她在自己的宝可梦陷入围局时 都犹豫不决 不敢上前 逐渐地 她陷入了自我怀疑与否定的怪圈中 但为了拯救侮辱企图的母亲 她下定决心 要前往危险的纠结空间 她在每月的陪伴下 来到了月轮祭坛 吹响了开启大门的笛子 从异空间射出的能量 让背包里的小星云 进化成了露娜亚拉 还没等她感动多久 危险降临 奈克洛兹马 从究极空间中穿越而来 一同掉落的 还有她伤痕累累的母亲 看着转弱的女儿 母亲是一台快跑 但这次 莉莉安没有退缩 她补足勇气 指挥着露娜亚拉与奈克洛兹马战斗 虽然拼尽了权力 但依然处于下风 奈克洛兹马吸收了露娜亚拉 并生成了扶晓之意形态 面对熟悉陌生的露娜亚拉 莉莉安感到害怕 她将自己环抱了起来 内心挣扎了一番后 她还是决定要直面危机 为了母亲 为了露娜亚拉 也为了自己的成长 在莉莉安坚定的衍生中 故事恰到好处的结束 下一期 我们将继续热片 来聊一下 光辉大神奈克洛兹马 与她的四个形态 我是米舅 下期见